大家好,我是健康传识小记 您的健康大小事都是我的事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介绍这一本 90%的病自己会好 这位钢本育医生呢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脑神经外科 所以他动过很多的手术 但是呢他对于恶性肿瘤也非常多的研究 而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呢 这个医生的志业是想要拯救人类的生命 可是在医学体系下 他发现只能某种程度去控制这些疾病 并没有办法帮人们得到真正健康 而在他不断专严的一个过程 他除了在传统的西医疗法里面呢 去看到这个瓶颈以外 他发现其实中医或者自然疗法 或者营养素的很多综合的疗法 对我们的身体的自愈力才是一个最根本的 所以呢不管是慢性疾病 不管是癌症 或者是我们现在常常很熟悉的很多的病名 那这些其实都是来自于我们身体自愈力的 一个下降 所以提升自愈力才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部分 如果我们只是把自己的健康交给医生 那我们会发现说 这个用药来对症下药的部分 他只能够抑制症状 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往前去修复疾病 所以这位医生呢有特别提到 就是我们呢在身体里面 大量的运动也是需要注意的 因为大量运动它会产生过量的自由基 所以对身体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 而这位医生有特别提到保护自愈率 提升自愈率 营养的补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知道呢 营养补充品在这位医生所认为 他觉得是每天生活所必须的 特别年过40以后 就一定要慎选营养补充品来做补充 那他讲到市面上营养补充品这么多 我们如何挑选呢 所以这位医生有提到四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一个呢就是说要选择的是综合维他命跟矿物质 因为呢还有Omega3就是这样子好的一个脂肪酸 这个是对身体非常重要的 那第二个呢 他讲到要选择天然的原料 或者是天然的萃取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维生素跟矿物质里面 它没有含植化素 那它就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配方 那所谓的植化素是什么 我们看到植物它有很多颜色来保护它们可以抗氧化 所以呢像茄红素像青花粉像姜黄素 这些都是很好的不同的颜色的植物化学因子 所以呢有这些植化素配合综合营养 对我们的身体的配方就是一个更完整的 而第三个呢 他谈到就是说价格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因为呢很便宜的一个营养补充品 它是没有办法做出帮助我们人体真正有需要的一个营养素的 所以也不能够买太便宜的一个部分 所以呢CP值的一个考虑是非常重要的 而第四点就是含量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东西它虽然有这个标示 但是没有足够的含量 对我们的身体仍然不能产生正面的一个效益 像他就讲到维他命C一天至少需要两功克 也就是2000毫克 那另外呢在维他命D 它一天至少需要1000IU的一个单位 维他命E大约需要400IU 而Omega3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必须脂肪酸至少需要500毫克 所以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他讲到如果我们摄取的一个营养素 并不包含这一些因素的话 那其实呢就会对身体并没有产生一些正面的效益 那最后呢他又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选择营养补充品 不要选择有含铁的一个部分 因为他讲到铁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矿物质 可是呢过了40岁以后 铁它反而进出体内过于频繁 会变成活性氧大幅增加囤积 所以有可能会触发癌症 或者是能够或者造成一个血管硬化 所以并不是一个非常好 所以以上的这些资讯帮助大家 能够选择一个好的营养素哦